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进行出来的事 还处于研究和可行性研究和探索 或者说前期工作当中 这就是全长55公里的 应该说不是全长55公里 不好意思 那是港珠澳大桥 这个是彭莱到大连的海底隧道 这个工程厉害了 这个工程原来从彭莱要去大连的话 得走六个小时 绕着这个渤海湾 但是如果这个隧道修通了 40分钟 40分钟就可以到了 所以这个海底隧道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刚才讲到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 它有海底隧道 有桥 那我们这个大连和烟台之间的 渤海湾的这个烟大海底隧道呢 它其实是全城的隧道 所以这个修起来很厉害 投资也非常巨大 所以工程迟迟没有开工啊 当然我们也希望它不仅仅是公路了 希望它能够把铁路也一道修了 是吧 这样的话 工铁都可以通过隧道的话 从烟台 从山东到东北的距离 就会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期待着有那么一天 能够从沿海 顺着沿海的高铁 沿海的高速公路 直达东北 沿海的高速公路